院长刀 兽器 车子搬过来 这里还有一袋 新的 往上再把帐篷搭在这个旁边 先做饭了 感觉做完饭了 搭完帐篷没地方做饭了 把那个垫子稍微拿一下 然后还带了一个健身的 这个我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这些的话 睡袋的话 今天应该用一个就够了 零下的话用两个 今天晚上零下三四度左右 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是做饭的水 还要一踩一个脚印啊 这个就先这样了 等一下再把它挖开一点 晚上的话温度还是挺低的 手是非常的冷啊 我现在去外面找点柴火 然后点个火 取取暖 像这些枯木树枝就可以了 这个不减一些 旁边就是国道 还是挺亮的 然后把这些枯木树枝拌一下 其实这边都很多的 挺多的 都没什么用啊 然后捡一点 一共捡了这么多材啊 外面还是挺冷的 等一下看一下有多少温度呢 今天温度一度啊 然后 最低是四度 剪了大概是来根柴 柴火炉比较省柴啊 所以的话应该是够的 把它劈一下 不知道难不难刷啊 感觉有点水分有点多 这一个应该好 这个感觉 这个也可以刷 这么难批吗 怎么鬼 这个有的是竹子 比较空心 而这个树的话 应该经烧一些 拆货的话 刚刚已经拼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些 锅网瓢盆全部拿出来 然后还有今天买的菜 买了一点肉啊 一点点肉 然后还有辣椒 等下炒一个辣椒炒肉吧 这是辣椒 先放一边 哇 看一下 这一下做法要拿多少东西 高压锅 炒锅 砧板 调料 菜 然后还有一些大米啊 太多了 就这两个包都空掉了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一个空了 先把菜切好 把菜切好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 可以 煮饭 炒菜一起来 这个肉啊 肉有点多 因为现在温度比较低 然后我们切一半 留一半 留一半 明天吃了 直接把这个肉切成肉片就可以了 整版的话 下一次买东西就换掉了 这一次就没换了 肥肉当肥肉 肥肉当肥肉 瘦肉当瘦肉 这肥肉切着可以等下炸油啊 看到了吧 现在人都吃瘦肉多 肥肉的话也都不怎么喜欢吃 太腻了 切成薄片 这也不算薄片 大家把这个肉切了 锅拿出来 然后把青椒也洗一下 青椒洗一下 洗一下 正好把这个 用这个水 再把这个锅也洗一下 拿一下水 几个小青椒 可不可以有点多 辣椒还是比较好切的 这个辣椒好像有点沉 给它切成片 像青椒炒肉的话 这个菜系是比较经典的 我也比较喜欢吃 有点辣 比较下饭 而且在户外的话 也是稍微 算是 就是说最简单 最易烧的一种菜吧 青椒 还有肉 都切好了 然后我们 准备 做饭了 高压锅 煮饭 用柴火炉的话 高压锅 方便一点 因为那个火力大 普通小锅的话 掌握不好那个 火盒 放一碗米 倒点水给它泡一下 把它洗一下 把它洗一下 柴火炉拿出来 这次 多烧柴火吧 闪一点 充电宝 把这个洗了米的水倒出来 我就带这一桶水 应该就 差不多够一天的饭 就是晚上做一顿饭是够的 夹开 然后点火咯 先放一边 拿几张营火的纸 准备一些碎小的木材 咯 着了着了着了 着了 呀呀呀呀呀呀 加点营火 哇 赶紧加柴 加柴马上没有 先加一些小的碎柴 这柴火炉一顶燃 还是很给力的 火力还得控制一下 就这个火又可以了 差不多一次里面有两根铲 这样的话火力 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 上去了 上去了 赶紧积个石 转圈了 这次煮饭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之前在东北的话老是煮不成 这台火都不这么冷啊 还是可以的 哎呦 吓我一跳 哎 好了 还有时候火没有柴了 就会这样 火灭了 然后加一点点燥就停 一会儿火就到了 可以了可以了 上炒锅 有没有像流浪地球 我们是流浪中国 把这个锅给它洗干净 锅里面的水给它擦干 油 酱油 野儿 还有这个辣椒 还得烤一下 哦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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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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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瘦肉也放进去 放入一勺豆瓣酱 炒一下 现在加点酱油 辣椒倒进去 一锅辣椒炒了 稍微给它盖一下 煮一会儿 好搅拌 把稍微来一点点盐 一点点就够了 哇,很香啊 我放在蒜蓉上 我放在蒜蓉上 这个火就放这里给它烧吧 稍微取更浓 就是灰有点多 不过这个灰无菌无毒 先尝一下我看看今天炒的肉怎么样 完美完美 这个火还能烧 热气才能的青椒炒肉 还有大米饭 感觉起自行车非常容易口渴啊 不喝水 刚刚吃完饭然后把锅都洗好了 把东西都收一下吧 收一下就搭帐篷了 完了现在差不多零度左右 可能有零下了吧 还是好冷啊 能看到这个哈梯的这个冷空气啊 赶紧把帐篷拿起来 今天那个炉子没有带 就是我大的气炉 大的气炉没有带 嗯 我嫌太重了其实之前 我感觉现在太冷 不带的话好像有点 扛不住啊 晚上剪视频的时候 嗯 我买了一个小炉子 等一下用一下看看怎么样吧 今天晚上只做了碗了 因为那个 带的面包很多 不过我得先把早上先把它吃掉 所以这两天就不做早饭 把这个扫了一下 然后我们准备搭帐篷了 东西已经清干净了 刚好能搭一个帐篷 这个地方就是灰太多了 这个地方就是灰太多了 像这种很久没来人的地方 灰太多 然后脚踩下去又是好多脚印啊 这还是有点小 然后打来一下 这都是灰 挺麻烦的 因为这个是双人 你知道 空间大一点 但是 在这种狭角的空间 就不太适用了 把行李往里面拿一拿 把这个 两个垫子还是垫起来 这个温度也是零下 该保护身体的 要保护身体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小型的 一个取暖炉 然后看一下效果吧 是以前骑自行车用的那个 不知道零下的话 在这边 用起来怎么样 这个炉子比较危险 容易喷火 太小了 安全措施不够 没什么温度啊 但是现在这个 零度左右的 烤一下稍微烤一下 差不多 这个火炉就这么小 再开大 几乎开不了多大 就是这么大 反正 不着急还能用你 就是烤火的话 也就反正就这一块有点温度 挺渴的 感觉没脱多少东西 都已经这么重了 我感觉我还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带呢 比如说水 今天就带了一瓶水 加一个那个大瓶的 水都没有带几瓶 然后菜的话也就买了一点点 等于说就一天的吃了 都已经 好难骑了感觉 骑不动 今天骑了一天 腿都 有点那个叫什么 运动过度了 得拉伸一下 距离运动之后 得拉伸一下 适应几天 应该就好了 明天要过江了 我们现在从长江以南 然后要过到那个江北去 在帐篷里面 虽然这个火炉小一点 但是开起来 不是太冷 之前在外面做完饭 吃完饭 那个柴火炉一关掉 哇就好冷啊 手冰 然后连也冰 真的 到帐篷里点了这个炉子 升温升了一点 感觉好多了 至少手不冰了 手不冰 就没有冻浆的话就还行 冻浆的话就是说剪视频就剪不了了 大炉子没有带这个小炉子的话 目前的话还能用 那个大炉子是经历了零下20多度的考验 对不对 所以的话 那个极限温度高一点 这个我感觉零度一下就没有太大作用了 火炉太小了 先用着吧 这个轻一点 那个好重 本身东西就太多嘛 然后我今天就没带了 其实这次骑行没有太明确的一个 说要启动上时间 反正就一句话吧 心无归处 在哪里都是流浪 在流浪的路途当中 寻找到安心之所 这也是我此次出来的一个目标 寻找到自己心安之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